大家好,我是山之丁 今天我们又来到了这条河 现在是早上6点 还是吊两个小时 看一下今天的效果怎么样 今天是换了一个吊阻 看一下,这个是点波飘 因为这里面流水比较快 之前都是用普通的浮飘 但是用起来比较麻烦 现在换了一个点波飘 这个飘下面是一个五颗的纤纬 上面是一个一颗的纤纬 然后这个飘是可以在主线上滑动的 这个倒水里面以后 类似于普通的跑纤釣法 在流水中 这个飘应该是比较合适的 现在就钓了这片水草的前面 这里刚好是一个转弯处 然后这里草比较多 就钓了这个地方 有鱼了 我刚才来了一口 看 一条鲫鱼 这下来一口还比较快 刚抛下去 今天这个鱼群很慢 钓了大概一个小时 才开始上鱼 我用这个浮飘抛干的时候 一定要轻一点 轻轻的给它挡出去 因为它下面那颗纤纬比较重 如果抛得太猛的话 就会下到车里面的鱼 又一个点洞 马上就要上鱼了 大的泡 挂到了一条小 这个飘还是可以用的 用起来比较方便 省得调飘 还抗走鼠 提干太猛的时候 这紫线容易缠到这个纤纬上 今天跟昨天一样 比较慢 就是一个小时以后 才开始游客 又来 脱钩的 这个信号给它比较轻 应该是没有把钩子完全吃到嘴里 应该多等一等 等一些明显的信号 一条小鲫鱼 又有动作 这条还可以 哎哟 跳上来了 这条鱼还可以 好了 现在已经八点了 太阳非常的大 对面的工人师傅已经开始干活了 像这种情况就钓不了 看一下今天的鱼货 今天比昨天要好一些 昨天用的是普通虎飘 今天用的是这种点拨飘 这种虎飘用起来还是比较方便 不需要调飘找底 今天就这样 今天就这样了 谢谢观看